提意见应该怎么提最有效 没有想到这个答案居然在语文课本里 我们初中的时候学的 邹记讽齐王纳贱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范本 而且这个范本好就好在说 它不是直接跟我们讲道理 而是跟我们呈现了一个 生动而浅显的故事 让我们自然而然就接受了这个道理 它说的是在战国时期 有一位名士叫邹记 长得又高又帅 修八尺有余 而行貌毅力 八尺有余 我们用当年的旗尺换算一下 相当于现在的一米八四 一米八五左右吧 大帅哥 而且容貌很光鲜亮丽 然后呢 翩翩君子 还带着一点儒雅的味道 我觉得他估计是 自己也感觉自己长得不赖啊 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 穿戴好衣帽 就倒倒镜子 然后问边上的妻子说 我和城北徐宫相比 谁更美啊 妻子就跟他讲 君美甚 徐宫何能及君也 夫君你美死了 徐宫怎么比得上你呢 徐宫是谁啊 是齐国公认的美男子 我想可能邹记 再美也没有那个自信 能打败全国最美的男子吧 所以呢 他想了想 就还是内心里面 有点不太自信 就找了另外一个人来问 就他的小妾 没想到小妾也是一样的答案 哎呀 徐宫怎么能比得上你呢 这一气一气 而且毕竟都是自己人 邹记还是觉得不太自信 于是有一天 客人来到他家拜访的时候 邹记同样的问题 又问了一遍 我们注意看客人的回答 徐宫不若君之美也 我们如果琢磨这个语气的话 就会发现很有意思 你看 这一气一气 用的是反问句 徐宫怎么能比得上你呢 然后客人用的是陈述句 徐宫不如你美啊 虽然都是一个意思 但是那个情感的强烈程度 不一样 我想可能家里人的那种 滤镜更厚吧 就好像妈妈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你怎么看 怎么都觉得 哇我孩子没死了 那滤镜好厚啊 然后又过了一天 徐宫来了 周妾就仔细端详他 看来看去 总觉得自己不如他美 等徐宫走了以后呢 他又去找镜子照了一下 更觉得自己比徐宫差得远了 于是他就开始琢磨 我明明没有徐宫美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我美呢 然后最后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他们说我美 未必是真的 我妻子是偏爱我 我小妾是惧怕我 客人是有求于我 所以他们说出来的 未必是客观的话 我尚且如此 那大王所听到的信息 就更有偏差了 于是他就去觐见齐威王 他先跟齐威王讲了自己的故事 然后说 如今齐国有方圆千里的疆土 120座城池 宫中的姬妾以及身边的晋臣 没有一个不偏爱大王的 朝中的大臣 没有一个不惧怕大王的 国内的百姓 没有一个不对您有所求的 由此看来大王您受到的蒙蔽太严重了 这段劝谏非常重要 就是他既是承上也是旗下 承接了上面的故事 又对齐威王后面的举动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且你不觉得这段劝谏是非常有智慧的吗 我们很多时候理解提意见 就是要委婉的讲出来 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委婉是要讲漂亮话 要讲软一点的话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委婉留于形式化 而真正的提意见是什么呢 是做到对对方真切的理解和看见 周记做到了 他一上来先讲了自己的故事 让齐威王很有代入感 而且能够将心比心的去看见说 我尚且如此 那大王你所受到的信息屏蔽就更严重 他不是一上来就说 大王你要听真话 你现在没有听到真话 而是站在立场上 对你真切的理解和看见 就是你没有听到真话 并不是因为你不好 而是因为你所处的那个位置 自然会产生信息屏障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假如今天你是领导 你会不会也会遭遇到像 齐威王或者周记这样的信息屏障 这是完全没有办法避免的 我经常会跟我一些 比较亲近的同事笑言 说员工聚在一起 通常有一个必聊的话题 就是骂老板 但是有的时候 你骂老板不一定是因为这个老板 由你所说的那么糟糕 而是他所处的那个位置 决定了他的很多决策 要背负很大的压力 然后承担很大的责任 而有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位置也避免不了的 会成为员工负面情绪的发泄口 而且你想 当我们去跟我们自己的领导和老板 提意见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还要美化一下 想一想这个话要怎么说 哪怕是批评的话 都得绕着弯着说 就别说领导和老板了 哪怕你今天面对一个同事 你要和他提一些建议 你是不是还得想一想 哇怎么说才能让这个气氛变得和谐一点 所以直言不会有多难 直言不会的前提 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深切地看见并且理解他 周济一定是能看得懂齐威王 他并不是不想听真话的 他无比想听真话 而且他的底层和齐威王的目的 完全都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都希望齐国好 希望齐国能够称霸诸侯 所以周济这番话 说到齐威王心里去了 齐威王就说了一个字 善 你说得真好 然后他就下了一道命令 这个命令也下得非常有智慧 他说 所有大臣官吏百姓 能够当面批评我的过错的 可以得到上等奖赏 能够上书劝谏我的 得到中等奖赏 能够在众人聚集的公众场所 指责议论我的过失 并且让我听见的 得下等奖赏 当面批评 那我至少可以当面和你询问和请教 这是双向沟通 所以可以得上等奖赏 那写信给到我的呢 这是单向沟通 稍微弱一点 但至少你愿意直接写给我 来批评我 那可以得中等奖赏 最后一句话有意思啊 在公开场合议论指责我 并且要让我听到才行 我们注意到这两者缺一不可 就如果你只是在公开场合的指责 我听不到 没有 所以你要议论 请你公开议论 并且要让我听见 就是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讲都是约束 既避免了无谓去传递一些负能量 又能够有一个渠道能让大家发声 于是政令一下 许多大臣都来进献建言 我们注意看这个风气的养成 它是有时间周期的 一次两次 当大家发现自己的建议真的能够被采纳 或者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见的时候 就慢慢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燕 赵 韩 魏四个国家听说了这件事 都来齐国朝见齐王 这就是军事里的最高境界 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不用打 我已经服了 所以我们回看这篇文章 虽然就很简单 但是它里面暗藏着很多的智慧 其实关于如何更好的提意见 在语文课本里面有一个反面案例 叫扁确见蔡桓公 扁确说老板你有病 蔡桓公说滚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 扁确走了 蔡桓公也不至身毛 小的时候总觉得文章在告诉我们 说蔡桓公不对 他愚钝固执 对忠诚太粗暴了 还汇集记忆等等等等 但是长大以后 越来越发现 一个巴掌他是拍不响的 沟通是双向的 直言不会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显摆自己很有知识 或者很正直 就像庄子所说的为善勿尽名 不是为了要去博得一个好名声 沟通最终的目的 还是为了要达成一致 而达成一致的前提在于彼此看见 就看见对方的立场 然后看见你的需求 看见你需求背后的需求 然后再用我们的聆听 询问鼓励和反馈 去推动这个事情 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